如果小腿肚痛 你在上胸椎一定可以找到痛点 不会有例外 我们来做给大家看 我刚刚讲的那个肩周炎那个肩后痛 假设它痛这里 那这里痛要怎么样呢 我说后面的你都画一个平行线过去 我昨天有稍微提对不对 那这里画过去之后 这里一个掌心道这两条 不能只有揉同侧 不行两条都要揉 那两条你在揉的过程中 看哪一点特别痛 你只要把它揉开了 它这里的痛就会怎么样 立即改善 它都是立即的很快速 那你下面要不要找 下面不要啦 所以我说下面的通通是小开关 那这个跟中医针灸的理论就不一样 中医常常是说上病下取 比如说腰背痛腰腰背尾中求 尾中大概就是扎这里 所以上病下取嘛 扎尾中是合理的 那对我们这一套而言 你扎尾中那个都是小开关 只是暂时舒服 解决不了真正大疾病 那真正能够解决大疾病的 就只有往上涨 那如果我们再假设 它痛的是痛这一点 那大家会了吧 就是在这里画一个平行线过去 对不对 然后再一个掌心大 那就可以处理了 所以现在我说只要把这两手剁掉 那现在连在身体上的任何痛 包括前面旁边 它所有解答都在怎么样 脊椎两侧 那这样说来 我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邪肋痛 这里在中医都说干净走过的路线 如果有些跑一跑 小孩子就会好像叉气这样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 有应该很多人有 我也有过这种经验 那这样要怎么处理呢 一般如果我们以前不知道 可能就是找中医开药啊 用一些行器活血药 对不对 但是现在已经知道 原来它只有一个经伤 如果旁边痛对不对 假设这样 我们就把它画过来 这样懂我意思吧 整个它是一片的 不可能只有一个点 那你就把整片这样 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就在这里 然后往上一点点 然后这里这一段 就可以找出痛点 只要揉开了 这立即改善 比吃药 针灸各种方法还要快 所以身体上这样 还有什么 离开脊椎两侧 没有 都只有在脊椎 所以我昨天也讲过 前面有问题找后面 对不对 比如说心脏有问题 就找上胸椎 胃痛就找这里 那痛经就看痛哪个部位 这样往后找 这样大家能理解吧 好 那腰痛呢 腰痛怎么找 腰痛一样 如果痛这里 对不对 一样 划过来 对不对 那划过来 这时候要怎么样 一个巴掌了 包挂指头都要包挂 在腰它唯一的差异是 找的范围要比较大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做久了就会感觉到 它的范围会比较 那上胸椎范围会比较小 所以比较好找 那到腰范围稍微大 但也不难找 因为下面的要不要找 不用找 所以你只要在这两条 那这两条如果用手肘下去几下 马上就知道答案了 对不对 都几 差不多你检查顶多用30秒 就可以检查到很清楚 那检查的过程中 其实你已经怎么样 揉过一次了 那找出来 你再重复揉个一两次 它的症状也可以缓解 所以这一套会变成怎么样 速度很快 然后又是一个诊断学 也是一个最快速的诊断学 你如果一个腰痛 你要去检查出什么原因 在西医就照这个 光照片子安排就要花多少时间 很久啊 然后要花很多钱 那我们呢 几分30秒就知道答案了 那哪那个痛点找出来揉一揉 又解决了 等于诊断跟治疗它是怎么样 已经集合在一起了 也就是事及理 理及事 不是事情之外还有一个理 这样说不通的 哪有事情之外还有一个理 那这样事理就分开了 分开绝对不是真理 所以我们的这样腰椎就很容易找 如果它痛中间呢 那怎么找 就在中间一个巴掌也是一样 就可以解决中间的问题 因为它痛的就变成影子了 那我们找本尊就不要在痛点上揉 那如果它是痛一整片的 那怎么找也是这样划过去 那往一巴掌就是这样 但是有没有人会超过这个 严重的患者会 有时候会超过我们的一巴掌 有时候会痛到上面 就像我昨天早上放的李先生 他不是坐骨神经痛吗 对不对 那他的痛点从哪里开始痛 从这里就一直痛 照理他是一巴掌而已嘛 就在这里 但是他连上面就痛 所以难怪他会怎么样 整天握病在床 那医学一定找不到原因 因为腿痛 他一定找怎么样 附近的腰椎啊椎间盘啊 对不对 那结果他的痛点是在上面 所以这样就治不好我们的病 这样大家能理解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他的小腿肚痛 你是痛哪一脚 我后背也痛 你看 就是说我昨天 应该说我前天到这报道之后 回去喝了两层矿泉水 我现在当时 你说昨天眼睛就肿 今天也觉得肠肠肠肠肠肠肠 然后呢那个昨天就感觉 因为那个甚至他在坐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痛 然后就是一个时候做了时间长 就是当时这边腰疼 这边腰疼 和这边就发生肺这种疼 然后上了是摸哪哪疼 就那感觉 上背部摸哪哪 就按我自己就是 因为他在坐 你说我也在按自己 我觉得摸哪哪疼 小腿肚也是昨天早上起来之后 就从这儿 就好像是我锻炼了那个感觉 以前就很常天不锻炼吧 冷静静炼就会有这种症状 但是现在昨天就是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症状吧 好那你说肩部也有痛点 对 就这个肩周吧 哪里的肩周 这个还是肩膀 这里的痛找哪里 我想是不是都连带的很大 这里对不对 对对 大家不要忘记 整骨下沿 不要被他迷惑了 他背部你以为这样处理 这里要处理这里 还有颈椎下来 那一般大部分的痛就在整骨下沿 是这样 小姐就不是说在 好那我们先他虽然讲那么多 我们还是以我们教学为主 先处理小腿肚好不好 好那您趴着 所以运动员要学这一套 尤其你看一些跑步啊抽筋的 其实它是这里 那你这一腿吧 两个腿都疼 不是喔 好那我们开始来找 我只处理他的小腿肚 这里疼吗 这一点呢 这一点就疼了 好那这里呢 这里就不疼 这里呢 这里还好 所以真正疼是这一点 这一点让他抽筋的 是就是这一点 对不对 这一点很疼 好 所以我们再找是不是很快 然后我再找另外一条 这一点疼吗 因为我心脏好像不舒服 你心脏也不好 可以想见 因为我那个是 对因为他跟上胸椎有关 对那个地方 好这里疼吗 有一点疼 有一点疼了 那这一点呢 这一点疼一点 这一点比较疼 好 那这一点呢 还可以 这一点呢 这里 这都不是这个 好想 这里不是这个 上面这里比较疼 对不对 好那也是差不多这里吧 好 所以他真正抽筋大概这两点 对对对 都是在左右两侧 所以他两腿都有问题 好那我们就把他这里揉开就好 那这里也管心脏 所以揉完他心脏也会比较疏 你心脏会怎么样 闷闷还是痛痛的 对 闷是吧 好 因为我心脏应该是 是我比较弱的地方吧 对啊 因为我父亲是心梗气势的 谁心梗气势 谁心梗气势 我父亲 你父亲喔 所以我 所以你也很担心你 所以我 我不是我担心 事实上 事实上是 我检查过 这是我的一个弱的事 噢是 不担心吗 担心 担心 好 他心脏会不会出问题 会 会 会 你他只要不小心 真的会出问题 因为他这里是痛点 所以他的小腿肚已经指引 他的心脏有问题 其实小腿肚不会出事的 顶多稍微痛了 但是到心脏这个 我说只要上胸椎有痛的 你们都要小心 以后出问题可能是大肆一见 对 我看这一般我就觉得 可能是现在我的手 是 好 我再帮你揉一下就好了 待会 诶 诶 诶 这里是吗 诶 诶 这一点 诶 这一点真的是管理 我刚刚看你脏心脏 完成 好 那你要小心 好 你起来看看你的小腿 我感觉有点反应 那時候幾乎就好像感覺就微微了一點點 小腿是嗎?真的喔? 我剛剛看你那黑白 我就感覺可能我心臟有點不穩 那柔軟是不是心臟也比較舒服? 對 是喔? 沒有那種壓抑感 沒有喔? 所以小腿肚這樣大家會了吧? 簡單喔?